我也要在此正式宣布 即刻推出台湾民众党 谢谢各界的关心 假设是把公费助理的补助费用 在自己实力支配之下 因为偶然或事后的特殊需求 才做其他部分的使用的话 这时候很难认定说 这个没有不法所有的意图 法官经的宣判和十几年来 长期累积过无数个助理非案的判决 主流稳定见解 有非常非常大的差异 更事前所未见 针对一审的判决 我绝对会提出上诉 我也要在此禁告 想要利用政治恶意操作 来攻击市府运作的人 你们不会得逞 市府团队绝对会依循 稳健步伐卖力向前 不容许有任何状况 伤害到新竹市民 最后我也要在此正式宣布 即刻推出台湾民众党 谢谢各界的关心 从起诉到最后一审宣判 经历十一个月 新竹市市长高宏安的贪污案 一审宣判 高宏安判刑七年四月 此夺公权四年 没收十一万 同样也不认罪的助理 王玉文贪污判刑两年 缓刑五年 而另外三名认罪的办公室人员 只有陈玉凯无罪 收押高宏安 为了证明自己没有犯意 每回法院传唤高宏安 他都亲自出庭 经常手中拿着有份量的资料 希望可以说服法官 还自己清白 只是担任立委期间 辅报助理薪资和加班费 高宏安提供相关证据 也试图用大水库理论解释 却不足以动摇一审法官新政 假设是把公费助理的补助费用 在自己实力支配之下 因为偶然或事后的特殊需求 才做其他部分的使用的话 这时候很难认定说 这个没有不法所有的意图 这样的结果等于三名助理 虽然有罪但都缓刑不用被关 同党新竹市议员痛批 这根本是政治斗争 贪污的案件像郑文燦 他有500万这样子的一个贪污案 但是可以被压了七年 到现在才重启这个调查 46万的案件这么快 在一年半之内就要有一个结果了 所以这个很明显 一个是500万压了七年 那一个是46万 在一年半之内就有结果 所以很明显可以看得出来 他就是一个政治斗争 一审宣判这天高宏安没有亲自聆听 只有前助理王宇文出现 这样的结果也代表他的新竹市市长职务 即刻面临停职